被清禾催世退婚后 我成了整个上京城的笑柄 父亲嫌我丢人 恨不得我病死 深冬寒月 我被继母磕带 罚跪在雪地中 高烧不退 侍逢周家有活阎王之称的跛脚公子路过 我拽着他的衣角 击近穷途陌路 颤声问他 你可以娶我吗 他看了我一眼 朝我倦怠地伸出手 将我从你沼里拉出来 这就是他给的答复 一 女学门口人来人往 我却被堂而皇之地聚在门外 并不许被入内 即使半月前 我仍然是上京第一才女 是女学里课业最优秀的学生 因为我被退婚了 还是被百年士族清禾催世嫡长子 亲自送来的退婚书 我什么都没做错 只是不得他欢喜 仅此而已 但这只是个开始 我再受不到一张女卷宴席的宴帖 上京贵女唯恐和我扯上一点关系 父亲始于让我出门 恨不得我病死家中 连素来以我为傲的女学 都画掉了我的名字 女学学官立于街上 冷冰冰地重复道 凡女子被退婚者 不得再入女学 江小姐 请回吧 大为女学严谨 从未有入女学 还被退婚的人 我算是头一个 周围吃笑声不断 议论纷纷 要是我被这样退婚 我早就白领吊死自己了 怎么还敢几次出现在这里 若非品德才行有失 崔家怎么可能上门退婚 谁知道他从前才学 几分真几分假 我站在风里 单薄的像是随时会被吹倒 学官命人将我留在女学的东西 悉数都还给我 从始至终 我都不被允许踏入学府半步 直到最后一尾律 起情递给我的时候 我抿着唇接过 苍白着脸问 先生 我有什么错 学官也曾教过我情依一课 向来是最赏识我天赋 和勤奋的夫子之一 他看了我很久 古板的脸皮突然颤了一下 说 你没错 只是世间向来带女子苛刻 我险些落泪 二 我从小就知道 我长大了 会嫁给清和崔氏的嫡长子 这是我早逝的母亲 留给我最后的保障 纵然父亲不待见我 继母严苛 我都有能够立身立命的底气 哪怕看在崔氏的面子上 都不会再为难我 清和崔氏 乃是真正的世家大户 嫡长子崔昭 日月光怀 鼻晶叛道 尤其出色 我知道要当崔家的主母 更是艰难无比 不可懈怠 我考入女学 是上京当之无愧的才女 我会执掌中愧 大小宴席绝不会出错 琴棋书画 得艳容功 我都耗费无数日夜去做到极致 终于得到崔家的首肯 崔家的老太君亲自来见了我 点头莫许这门殷亲 但我没能想到 崔昭从始至终 没想过娶我 她说 江小姐 我不想娶一个和崔家所有女人 都没有区别的人 你看 我在她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刻板 腐朽的大家闺秀 和谁都没有区别 我想当崔家的主母 但没想过 崔昭只想要个喜欢的妻子 我一直都努力错了方向 得到这样的结局 并非意外 可是崔昭 我喜欢你的这些年 你怎么算 三 接到崔家退婚书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这辈子晚了 没有人敢娶被崔家退婚的女子 从女学回来我就开始发热 意识昏沉 梦见我娘死前的情形 她缠绵病塌三年 父亲早已有新人在侧 从未来看过她一遍 连她死前都只有我握着她的手 屋内冷清 她一字一句要我记牢 你父亲薄情 后母必然苛待你 你万事须得自己谋划 入女学 学德功 懂事理 你熬药 嫁入崔家 万事就都好过了 你熬药 熬过去了就好了 可是娘 你没和我说过 如果崔昭不娶我 我该怎么办 四 我发热的第三日 嬷嬷还是没能从静母手里拿到牌子去请大夫 父亲不许人来给我看病 也不许我往外传信 静母奉了父亲的命 让我每日晚上都跪在雪中自行 又无医治 如此往复 病情愈发加重 第五日的时候 我连指尖都在发烫 咳嗽的时候竟然咳出了血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父亲想让我病死 江家不需要一个被退了婚的女儿 今日府中来的贵客 灯火通明 府上的管事从三日前就开始准备 隐约里声歌慢响 满天的大雪落下来 我在冷和热之间交替 烧得几乎神志不清 雪夜寂静 孤灯几盏 却有踏雪声响起来 飞红的官服垂落在我面前 周家素来有笑面阎王的跛脚公子 就站在我的面前 垂眼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抓住她的衣角 如同抓住救命的稻草 一时梗塞 十分唐突 我带着哭腔问 你可以娶我吗 我能画最好的画 我能替你料理宅院 我只是 有个不好的名声 侍从静若寒蝉 他低头打量了我一会 廊上悬挂的灯笼散了光落在他脸上 一时间竟显得暖隆隆的 并未有平日里半分狠心森冷的模样 周顾唐朝我倦怠地伸出手 将我从泥沼里拉出来 这就是他给的答复 五 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和周顾唐扯上关系 我是身归贵女 她是天子尽臣 朝堂上的一体恶狼 人人敬畏又厌弃他很辣的手段 周顾唐的名声 坏得不能再坏了 但他救了我的命 我垂眼看自己的手 掌心好像还在发烫 不明白当时我哪里来的勇气 攥住了他的衣摆 我大病出狱 却被父亲叫去了前厅 上回去还是在崔家来人退婚的时候 这回去不同 厅里堆满了聘礼 箱子上都有周府的印记 掀开盖子 满堂划光 媒婆早已离去 父亲阴沉的一张脸坐在上手 我刚进去就有茶盏向我砸来 在我身侧不足一寸的地方碎开 你怎么敢勾搭周顾唐 他心狠手辣 政敌无数 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 先被退婚 后私相授受 我清零一事 怎么会教养出你这样的女儿 等会他会来府上 你自己亲口和他回绝了这门亲屎 裙摆被茶水如湿 我轻声道 敢问父亲 我该怎么回绝周顾唐 坐在旁边的继母接过了话头 她原先不过是妾室 生生熬死了 我母亲才被扶正 往后十年 她生有一儿一女 过得无比顺逸 只有我记得 我母亲死前都未闭上了眼镜 她柔善笑道 这好办 我娘家有个侧儿 为人正直 且不嫌弃退婚女子 等周间茶室来了 你就和她说 你已和我的侧儿定下了亲事 不是为一条出路 我身旁的婢女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府上无人不知 祖母娘家者 已经年过三十 奇丑无比 这样的人 怎么能配得上江府嫡出的大小姐 父亲默许 并未出生 荒谬之中 我竟然有一丝出奇的平静 只是在想 十多年来 我从未忤逆过父亲 忍受继母的苛责 笑替知名远扬 究竟是哪一步做错了 我要落到如此境地 六 但情况和所有人想的不同 父亲有拒亲的意思 周库堂知道 所以他带了一件礼物 听前听侍奉的人说 周库堂当时慢条斯理的笑 当为我父亲和继母的面 打开礼物 赫然是一截继母者血淋淋的舌头 他说 这人居然敢大声宣扬 他要娶江家的大小姐江兆雪 何等荒唐 诽谤激闹 按大卫律法 可处割舌之刑 江兆雪是我周库堂 为过门的妻子 谁动她 就是和我过不去 江太傅 你说呢 纵使父亲关海沉浮多年 也未曾见这样血腥直白手段 继母当场晕倒 醒来后呕吐不止 周库堂从前厅离开后 来找了我 我正在作画 长卷在书案上铺展开来 周库堂立于窗下 轻描淡写的将一枚簪子放在暗桌上 朱花翠雨 这样的簪子 上回见到还是在宫宴时 贵妃娘娘簪在头上的 来自南国的进贡 极其珍贵 我抿着唇 我抿着唇 愁愁很久 握笔的手紧了又松 我认真的看向周库堂 我被退过婚 这样简单的五个字 却梗塞在我的喉头 我一生小心翼翼 只有这样一个过错 却足以致命 足以让我从此抬不起头 周库堂倒笑了 目光沉沉 所以呢 但我只被退过婚 我深吸了口气 尽量平稳 我是女学中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 我替贵妃娘娘操办过宫宴 行事下来妥贴 内宅之事不需要你再操心 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娶我 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主意 所以周库堂 能不能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周库堂凑近了一点 我的心请客之间都悬起来 光落在他脸上 譬如碎金 他将那枚簪子 插进我的发柄里 擦去我滚落塞边的泪珠 我知道你是上京里鼎鼎好的姑娘 有我周库堂在一日 你就会过着鼎鼎好的日子 周库堂低声哄道 所以 别哭了 其 正如没人想到 我会被崔家退婚一样 也没人想过 我作为江家最出色的嫡长女 却与有朝廷殷犬之名的周库堂 会定下殷亲 但事实就是如此 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父亲和继母都要逼着我走 像是不愿回忆那日见到的血腥场面 唯有从小带我的嬷嬷担忧到 周监查时手段很利 让人害怕 若是你嫁过去 带你不好怎么办 我想了想 不会的 嬷嬷对我的斩钉截铁感到诧异 其实我只是觉得 周库堂和他们说的都不一样 他没让我病死在血里 我相信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至少 我愿意相信 爸 才刚定亲 周库堂就将他所有的田气商铺 都交由我打理 言之早早到 反正迟早要接手的 还顺手拿走了我暗桌上的一幅喜兵图 我又气又想笑 我和崔昭自幼定亲 其中见面不过三五年一次 就算见了面 也生疏的难讲上话 还没见过周库堂这么不见外的人 上元节我出街的时候 才知道 我被拿走的那幅画 被周库堂拿走做了什么 卖画的成德楼 向来只接待王孙公子 却会在上元节这日 义卖女学中人的字画 反义卖所得 都会统统捐出 作为西北兵巷 对女子来说 这是一个扬名声的机会 从十二岁开始 我的话每每上元节呈现在成德楼 就会被静抢而空 但是今年婢女抱着我的话去成德楼 却被管事拒之门外 嫌弃我名声不佳 连我的话都不许入内 婢女回来时 替我屈辱不平地大哭一场 我以为周库堂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但我没想到 她在成德楼对面的高台上 安置了一盏很大很大的花灯 看到灯的那一刹那 我差点想哭 灯面上印拓了我的洗冰图 被内里的烛光照耀时 好像那些天兵天将都活灵活现一般 金戈铁马 意气十足 所有人都能看见我的话 这就是周库堂要做的 凡过往之人 无不为之轻目停住 成德楼里根本没人进去 气得管事跳脚 王孙公子纷纷跑来寻驾 高台上管灯笼的小老头 嘴一翘 第一等的花工 第一等的花灯 我家小姐化作珍贵 若非关心西北战士 也不会轻易外流 但凡所得 都捐给西北军 出价万两 低了不卖 人群哗然一片 谁家小姐化得了这样杀法果断的话 谁家小姐化竟然开价万两 老头画落的一瞬间 那群王孙子弟却未说话 都看向中间的蓝衣青年 譬如天上蓝月 他早就默然欣赏了花灯很久 一笔一画都契合心意 只觉得有迎然的欢喜浮动心间 尤其是听闻所画人为女子时 正如所有天定良缘的开端 这幅画清和崔是要了 崔朝垂谋 不知画者是哪家府上小姐 崔朝想见一念 九 我没想过 崔朝会喜欢这幅画 但这幅画原本就是为了他画的 崔朝虽然是清和崔氏的嫡长子 却自幼跟随师父四处游历 在江南和西北的书院都读过书 在上京的日子并不多 这两年更是要去西北军中历练 刀枪不长眼 崔家的老太君 因为这回是哭了好多回 就急着等我急急后同他成亲 把崔朝一颗漂泊的心定下来才好 可我觉得行军打仗也没什么不好 上京的条条框框从未束缚过崔朝 他是那样温润而自由 我违背崔家意愿 耗费几个月才画出一幅喜冰图出来 预祝他早日如天兵凯旋 得偿所愿 但我没想到 我先等到了他的退婚 这幅画没能送出去 但兜兜转转 终究还是到了他的手里 高台上的老头已经给崔昭指明了我的方向 索性我戴着面纱 转身就带着婢女匆匆离开 事到如今 何必相见 徒增彼此困扰 我刚踏上石桥 就被崔昭从后面叫住 迟迟不肯转身 崔昭十岁就赶出时时辰 此刻声音雀哑 他道 在下 亲和崔昭 敢问姑娘是哪家府上的 不知姑娘 可有婚配 这才是他真想问的话 我自知躲不过去 只能转过身去 恰逢抬着花灯的商贩经过我身边 面纱被花灯上的棱角 给不经意带落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看见崔昭眼里的惊艳 随着明耀的花灯离去 竟然悄然变成震惊 我将手拢入袖口之中 轻声道 崔公子 好久不见 崔昭一生罪恨归属 从没想过 命运会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 他没能想过 让他一见钟情的画作 竟会出自他退婚的前卫婚旗 他默然片刻 道 听闻以往女学都放置化在成的楼 今年倒有了变数 我安静地看着他 不是女学的变数 是我的变数 自从被退婚后 我上不了女学 化作也进不得成的楼 才出此下策 崔昭猛然抬眼 不敢置信 他自幼游历四方 从未想过再上金 他一句退婚 足以封死我所有退路 我几乎是在忍累 强宝之约 本非你愿 我明白 我这样的女子 并非你喜 我知道 可是崔昭 你有没有想过 我该怎么办呢 听闻崔家子 心怀天下 立下功绩不可胜数 他只是 从未怜悯过我 十 我沿着水渠往前走 有人的花灯 一直随着流水放煮 我只觉得花灯黄眼 乡车轻路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 大家都在逼着我走 回手看时才发现 原来周固唐 一直在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背后一片蓝山灯火 他还穿着飞色的官服 怪不得大家都绕路走 我停住了脚步 周固唐四笑非笑道 我还以为 一直发现不了我呢 我旁边的婢女 已经吓得有点走不动路了 方便传闻 周固唐每次这样四笑非笑时 就离见阎罗爷不久了 我却慢慢地朝他走过去 仰头道 谢谢 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现已救我于水火之中 免遭诸多苦难 我还是只敢拉着他的袖口 周固唐垂眼看了一下 镜子伸出手来 大掌完全把我的手拢住 他懒散道 江照学 以后都签这里 还有 我要的不只是谢谢 十一 周固唐搞的那盏洗冰图灯笼 成了上京接下去一月的饭后闲谈 就连酒精沙场的魏国公 都对上头的洗冰图赞叹连连 江家小姐的财名再度名扬上京 我甚至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家楼长公主的艳帖 家楼长公主地位尊宠 你学就是她年轻时候创办的 如今她老人家一双居多年 现在竟然重开了宴席 凡是家楼长公主邀请的贵女 都是上京城顶尖的人家出身 但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去 我怕他们又拿我被退婚的事情 借此羞辱我 周固唐却把手上的卷宗一合 他靠在酒楼的窗边 楼下江水潺潺 这段时日 我一直在帮周固唐打理商铺 时常会在这里看账本 周固唐不当指使就会过来 听风眠柳 也算祥和 我还在捏着那张常公主的燕梯纠结 周固唐一抬眼道 人生在世 未必事事圆满 谁的一生中没点缺憾 退婚并非你的错 江兆雪 有些事情我能帮你 但有些事 你得自己走过去 这话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有些熟悉 但周固唐说的没错 我迟早都还是要回到上京的女娟圈子中的 窗外事事喧嚣 唯有周固唐立于窗下 秀中的刀背收拢进窍中 她平稳地看着我 你自管去 等监察使给你撑腰 十二 常公主办的是一场花宴 连场地都选在城外百里的七屋山上 只是我精心饲养的一盆鲜勺 被继母在临行前几日 故意给摔碎了 我赶到的时候 只能看见满地的碎片 继母站在旁边 扣单比花还红 当值的丫鬟不小心 竟然把大小姐的花给打碎了 真是该死 地上跪着被诬陷哭泣的丫鬟 继母不想让我去常公主的花宴 想让继妹代替 我明白 按照我往常的脾气 为了笑剃的好名声 我一定忍气吞声 现在却不想忍了 我伸手推了继母一把 正如当初她让我在雪里乏跪一般 她没站稳 量枪一步摔在花盆碎的地方 整只手被刺得鲜血淋漓 她可知性地抬起头 这还是江家最手里 最实大体的江兆雪吗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轻声道 我失手了 您多见谅 竟有一股横生的畅快在 早该这样了 十三 但还是需要一盏合适的花 此时天寒地冻 上京连寻常花卉都找不到 更别说这种奇花了 我托人传信给周顾唐 但也没抱希望 她平日里忙的事情那么多 怎么还顾全得了我这样的小事 直到花宴当天 我已经坐在马车上了 都没有消息传来 正是上京下雪的清晨 正因为半花宴的七五山远在城外 天不亮我就出发了 寒风一直透过车帘的缝隙往里吹 却听见有快马声响起来 在雪里尤为清晰 我掀开车帘 就看见周顾唐乐马停在车前 宝雪落满尖头 一身的寒气 他从大厂里面 小心捧出了一盏天青雪帘 迎然如玉 这雪帘举世难寻 又往往生在险境 一向不轻易露于世人面前 不知道周顾唐究竟是怎么找到的 我一时失语 只知道抬眼看他 大风吹乱他凝霜的眉眼 他遮去手上被沙利割出的血痕 周顾唐说 记得早些回来 千里寻花 万金卖花 最后他和我说 早些回来 十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家楼长公主 位高权重 一直被称为大卫女子典范 只是缠绵病榻 很少显露人前 这次来的人并不多 但都是上京城有名的贵女 刚下马车时 就有很多视线投注过来 其中就有 当日我被女学去之门外时 落井下石的那些人 长公主的帖子 是不是发错了 怎么发给了被退过婚的人 少元杰好气派的一盏喜冰图花灯 有些人还是像在女学一样 爱出风头 妮可小点声 人家转头就搭上了周固堂 退婚女配薄角公子 也算般配 原本我是可以忍下这口气的 但唯独不能牵连上周固堂 在我想要反唇相机的前一瞬 却已经有狼狼男生出口 好尖酸的言语 随着奥立在学里 眼气如墨 声音冰冷 表姑母吩咐 刚刚出言讽刺的人 今日不许入宴 就此请回 这话刚落下 刚才出生的贵女们 脸色瞬间苍白 被德高望重的常公主 在夜门口请回 这和明晃晃地说 她们德心有失有什么区别 和我当日被女学拒之门外的屈辱 有什么区别 我的视线落在崔昭身上 这才想起来 原本常公主和崔家就有瞻亲戴顾的关系 崔昭喊常公主一声表姑母 实在不为过 路过崔昭的一瞬间 我听见一声丁可文的 抱歉 就连她无意中撞见 我都能受到如此言语讥讽 那看不见的地方呢 崔昭不敢想 她并非女子 她不知女子艰难 她只是在一瞬间 想要为我流泪 十五 宴席过半 周国堂给我寻来的天青雪莲 无一拔的头筹 常公主把我叫到跟前 这还是我第一回见到家楼常公主 我从小就是听她的事迹长大的 立志也要成为她那样德才接触的女子 真见到时 只觉得她白发苍蝇 目光却慈祥柔和 她问了几本女学藏书中的问题 我都意应答 家楼常公主握着我的手腕 我折崔昭让我看了你的喜兵图 我很多年没看过女子画这样不拘一格的话了 她目光炯炯 你会骑马吗 周围都静了一瞬 虽则当初常公主能随高祖马上打天下 但现在的上金贵女 根本没人愿意碰这些武夫的东西 连马车都喜欢用驴拉的 更别说学骑马了 崔昭想替我解围 刚喊了一声姑母 我却已经点了头 轻声道 我会骑马 随招的目光置住 一直停在我身上 常公主也已经起了兴致 适逢雪季 山上有一大片跑马场 其实我原本骑术一般 但说来也怪 最近周固堂催我每日骑练马术 说是能增强体魄 没想到现在倒是赶巧了 跑马场旷大 云雾依微 在这样的场地跑马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偶遇雪水吸溅 需要轻轻越过 绕完一圈回来 正好停住在崔昭面前 他捡起我不小心散下的发带 压住满心怦然 许久都没回神 我已经下了马 旁边的士官牵过马匹 崔昭色然无比 哑声道 我从没想过 你这样的大家闺秀 还会骑马 我静了一瞬 才道 原真八年春 你的若冠礼上 你说 你喜欢会骑马的女子 崔昭年少时不再上金 直到若冠礼时 她回金 我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 她长大后的模样 清俊松雅 形势不拘一格 这就是我期盼了十数年的未婚夫 我形势向来规矩 却辗转百度 终于在里程后得以和她说话 那是我平生最大胆的一句话 我鼓起勇气问她 崔公子 你喜欢何等女子 我会琴气书画 我以后崔家认可 我会的东西很多 我没想到 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说 她喜欢会骑马的姑娘 虽则答案出奇 但也并非难事 我是那样相信 我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幸福 我看着崔昭发正的神情 才悄然明白 崔昭当时只是随口一提 她只是说了一个 最容易让我难堪的答案 崔昭请客之间已经知晓 她究竟怎样辜负一个少女 十数年来的欢喜 就算她向长公主引荐我 力图恢复我的名声 都挽回不了 这些欢喜 不会有 以后再不会有 她难受得站不起身来 她违背组织 不走安排好的仕途 她厌弃约束 不愿娶家中安排好的妻子 她渴望建功立业 不爱助留上金 要去西北军中 她以为自己是对的 可是人生漫长 你真的什么都能抓住吗 十六 我让长公主想起了她年轻时候的模样 她甚至亲自拿了手帕 给我擦额上的戏汗 温婉端方 胸有格局 坚韧不拔 我所创办的女学 要养出的大位女儿 本就该是这副模样 就这么十二个字 却让我指尖都在发颤 这是一个名声 可以影响女子一生的时代 长公主对我的叛语 足够抹清我身上被退婚的污点 你这样的孩子 当崔家的主母 绰绰有余 你本应随招一起 含我一声姑母的 长公主的目光 扫过催招失魂落魄的模样 叹了口气 可是 年轻人莽撞 没来得及懂你的好 彼时年少轻狂 谁知道错做出的决定 再没有追悔的余地 长公主道 不如我收你做弟子怎么样 我的情意 还没能找到人传承下去 我意外地抬起头 看见长公主睿智澄澈的眼神 她是真的喜欢我 也怜悯我的遭遇 十七 世事轮转 不过一冬一春之间 数月前 我还因为退婚的事情 差点死在冬日里 现在已经时来运转 我接到的女眷宴贴多得数不过来 上京连平头老百姓都知道 江家有个小姐才灌金华 就连长公主都破格 收她为关门弟子 虽则在婚姻之势上不太顺遂 被退过婚 但那现在看来 也不是要紧的事情 早有街坊戏本上演着 清河催昭慕江家小姐已久 只是怕自己出征买古沙场 才忍痛退亲 不然为什么要在上元节万金买她的花灯 众说纷纭 倒是有个说法是公认的 江小姐什么都好 就是现在定的亲不好 周固堂 又跛脚 又凶残 一点都不相配 街边流言不能过耳 长公主亲自回头整顿了女学 废除了凡女子被退婚者 不许入女学这条规训 她身子不好 只能靠事官扶着 却仍然上了女学讲学的高台 我立女学之初 就是希望女子之间相互扶持 没想到几十年过去 世间对女子的要求 愈发苛刻了起来 我身居不出多年 也就不知道 原来这些年因退婚 被女学拒之门外的人 竟然这样多 退婚和品行不端 原本就是两码事 倘若女学都不接纳 被退婚的女子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 我仍然记得 被退婚的那个冬日 我差点病死在学里 幸好有一只手扶起了我 可又有多少女子 没能熬过退婚的冬天 十八 我在等待女学初夏时的结业里 原本按照安排 我在结业里后 就会定下和崔昭的成亲日程 谁能承想 我会和周顾堂成亲 但这段时日 我时常见不到她 周顾堂似乎在忙一起江南走四案的事宜 我空闲的时候见不到她 偶然几次遇见都是在街上 她侧马而过 飞红的官服似蝶翻飞 我停住在路边 她呼啸而过 未曾侧手 未曾回头 就像很久从前 我们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一般 周顾堂又瘦了 听他们说 是一起很大的案子 她不日就会离京 不知归期何期 我想 无论怎么样 她临行前 我都要见上她一面的 但我才发觉 其实我和周顾堂之间的联络少得可怜 也许是她太忙了 传信的侍女 怎么也等不到回音 我只好起早 在她的府衙外等她 春末清晨 天刚蒙蒙亮 隐约浓着寒气 等了小半个时辰 才见到她出来 周顾堂原先人称笑面羞罗 但近来脸上总是沉着寒霜 这日 正是她预备下江南查案的时候 周顾堂 她翻身上马的动作一顿 默地看过来 穿过渺然的雾色 寂寥的清晨 一眼就看到了我 我从马车上去 拿我为她准备好的行囊 在回过头时 正看见周顾堂 向我大步走来的模样 她很少在我面前走路 周顾堂少时染病 然而门庭衰落 错请拥医 最终左脚落下隐疾 走路时并不好看 但她现在在朝我坚定地走过来 我忍住眼泪 轻声道 周顾堂 记得给我带江南出下的荷花呀 我等你回来 早点回来 十九 周顾堂一去江南 风波众多 但她写信和我说 总体还算顺利 应当能赶上我的女学结业里 我就这么期盼着 直到有一日 我心里突然辗转难平 凶嫩难耐 不久就传来消息 周顾堂北上的船只遭遇水匪 欣赴长江之中 再找不到踪迹 周顾堂在上经的亲信 给我送来一纸 他早已写下的书信 被称为朝廷殷犬的周顾堂 写下的字却风骨卓越 地透止背 他说 人生在世 世事未必圆满 我日日刀口是血为生 早料到有朝一日生死 我名下基业 亲信 尽数交由你 昏书退你 不必为我守节 盼你寻得如意郎君 余生再无遗憾 这样几行字 不知想过多少次才落笔 竹类都然落在上面 为我在上经重新扬名 要我练马德长公主青眼 留下基业 做我后半生保障 周顾堂早就为我想好了猪斑退路 亲信道 不知小姐可还记得 当初天门山下 公子因跛脚受同窗推丧欺辱 您恰好路过 对公子说的话 您说 人生在世 世事未必圆满 哪怕跛脚 站起身来 也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郎 这句话 撑起了公子往后十年的几样 窗外开始下昼大的春雨 见进来 我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盼我寻得如意郎君 顺遂一声 可是 周顾堂 那你呢 你怎么办 二十 女学节夜礼上 我跳了一支祈福舞 连皇后娘娘都亲自赞过 让我好好准备 年末祭祀大典时再跳一次 周顾堂已死的消息满城风雨 因为皇后 长公主的嘉奖 就算这次的姻缘又谎了 还是有数不胜数的媒婆上门 差点没把江家的门槛给踩平 甚至崔家还来了人 为崔昭求娶我 这回光来说没的 就是国公府老太君 身份十分重 父亲嘴角笑得就没下来过 但我给拒了 我正从府里出来 就被崔昭给叫住 等到秋日里 他就要去西北了 一如他曾经所期望 无拘无束 我早就听闻了消息 潜作一礼 愿君驰骋西北 前程扶摇直上 崔昭却看着我 说为何拒婚 哪怕前面崔家有千般不适 和亲和崔氏的姻缘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是上上嫁的 我在等他 我心间翻腾千百情愫 唯有一丝酸涩泄出 我怕他回来 看见我定亲会难过 周顾堂 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 我还想再等等他 我就要转身离去 却听见崔昭斯雅的声音 他道 并非不喜 青瘦的青年就站在那里 头一回如此清晰明白 什么叫做后悔莫及 酸涩悔恨如藤蔓般疯涨 崔昭亚瑟道 强宝之曰 并非我愿 他拢在袖子中的手都在颤抖 声音嘶哑 可你这样的女子 乃是我心中真正所喜 他有过机会 迎娶一中人的 可他一意孤行 他未曾了解过我 就以先下判定 从此往后 崔昭会在西北 每个大风烈烈的夜里 都想起来 上京有个曾为他 日日练马的规格姑娘 他没能娶到她 是一生过错 21 我要去敲的是灯文鼓 有冤者明知 百姓为官 上达天天 我要状告当朝江太妇 和她的济世 意图谋杀被退婚的长女 我体质再差 原本也不应该在几日之内 就到咳嗽吐血的地步 后来调养也没能调养好 原来是继母日日 在我饮食里放了 让人虚弱的药 状告父母 原本就是不孝 在女学结业里后 我日子原本可以过得 无比顺遂 何必这样败坏自己名声 毁自己的锦绣前程 受理案件的官员 每晚提醒我 就算你胜诉了 也不过判他们教养无过之罪 毕竟归根结底 我现在到底没有死 但我要继续 就要陪上自己的名声 我坚持到 我还是要告 哎 你这小姑娘求什么呢 我抬起头 眼睛轻亮如刀刃寒光 说一声不服 给自己求一个公道 仅此而已 22 这案子新奇 最后开审日时 竟然连皇后和长公主都来了 更兼平民百姓无数 父亲做了一辈子文官 被哭哭啼啼的继母拉扯着 从未丢过这么大的脸 指着我恼怒到 我江家真该未曾生养过你这样的女儿 我再没低头 平静地和她对望 证人并不难找 府上的丫鬟杂役都可以为我作证 正月里那么大的雪 夫人就让小姐跪在庭院里 没到三更不准回房 我去接她的时候 小姐肩上的雪都有一寸 小姐烧成那样 老爷连大夫都不让起 只觉得小姐丢人 我听见老爷和夫人说 等小姐死了 就可以占了先夫人留给她的嫁妆了 夫人身边的人 总是鬼鬼祟祟 往小姐饭食里夹东西 听闻的人都面露鄙夷之色 父亲脸色胀得通红 冷笑道 都是歇丫还婆子的话 有什么好听的 唯独少了些物证 静母早就将骇人的药给藏起来了 正陷入僵持之中 我听见有刀配叮当的声音响起来 何等的熟悉 我交在原地 只觉得静香琴切 不敢回头 周顾堂的声音响起来 将一小袋药成递给牙役 正悟在此 众人哗然 唯虎毒不似子 也为传闻玉匪身亡的周顾堂现身 而感到震惊 长公主从前面起就隐忍不发 直到证据确凿了才怒而拍案 当朝太妇 竟然如此狭隘 怎么配当太妇 皇后宁眉 许久才雍容道 江小姐 看来年末大典的祈福舞 必须你来跳了 这般死里逃生 你不是有福气的人 谁有福气 几乎是定下了判决基调 今日来看民众里多有女子 几乎能感同身受 宁愿沸腾 理事官员额头冒汗 向上头请示了若干次 才扔下决断 江太妇及其既是张氏 意图谋害长女 得不配位 先隔职查办 收官牢狱后另行裁决 我从未想过有这样好的结果 我一直提着的气 终于能松下来 差点软倒在地 一只手却伸到我的面前 是周顾堂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从水匪困境里逃生 又是怎样为我拿到的物证 我只看见她风尘仆仆 满面疲惫 却仍有一双眼睛 如同血液里一般眷懒 我正正地注视了她好久 生怕她消失在我眼前 她朝我伸出手 说 起来 从血液里站起来 从被世俗拘束的礼教中站起来 我有喜悦和眼泪 一同涌上来 我握住了 从此以后 再不分开 不过是 曾有顾堂赵雪来 优优独播剧场——